請教陳彥 剛剛提及的是中國林林總統 在西太平洋的軍事擴張的同時 中國內部的經濟壓力 事實上也複雜多變 而今天事實上傳出來 恆大在香港也直接清盤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是 中國內部的減薪壓力 也得到了新加坡親中的媒體 聯合早報的證實 我相信經濟壓力是越來越大 因為目前是 這個是薩摩亞的一家公司 直接向香港法院申請 等於我透過境外的方式 我直接來要求 就是我是債主 我要求你要清算 這在法令上是有效的 那因為過去 像恆大這一類的房企 他們發行了非常多 美元計價的海外的一個債券 到海外去募資 所以現在這個壓力是接踵而來 而且現階段 直接進入清算的話 那他的美元債的投資人 事實上可能就血本無歸了 很多都是海外的法人 這個部分肯定是血本無歸啦 那當然現階段來講 名氣的問題還是很嚴重 我們之前談過恆大啦 還有花樣年啦 家照業啦 世貿 農創等等 現在這13家 因為你到3月底 香港是要求你要繳出你去年的年報 那到目前為止是繳不出來 那當然就停牌了 停牌的部分股票流動性也產生問題 那資金方面調度也產生問題 那怎麼辦呢 大部分的房企第一個時間一定想 我趕快把我手上的樓盤 把它給清掉嘛 但是你在這清樓盤的過程中 會不會產生另外一些風暴 所以現在又出現了一個限跌令 也就是說我房企 我沒辦法降價來出售 但問題是我錢怎麼來 然後我房子又卡在那 然後大家也不買 整個就卡住了 他現在也限制說 你不能折浪15% 這產生這些問題 那不只房企產生問題 我們也看到他現在公務員直接減薪 在上海如果你是觸及的 35減薪年薪人民幣35萬 減到這個20萬 那如果你是主任科級的是24萬 減到15萬 那就是四成 那很多比較基層的 當然他減的幅度沒有這麼大 可是他直接把他的獎金給砍掉 其實很多基層的公務員是說 哇那獎金其實搞不好 比我的薪水還多 那你這麼一砍 這個商的是非常非常重 而且上海的物價比台北還貴 所以他的科級的 這一種主任級的 如果他的年薪變成15萬人民幣的話 其實總共一年可能 六七十萬台幣而已嘛 對對 那這個要在上海的話 真的要找其他業外收入 那以前還有一些業績獎金嘛 那我看業績獎金肯定也沒有了 那所以現在市營總裁 也提醒大家說 很多國家可能經濟成長會出問題 尤其是一些比較貧窮 像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斯里蘭卡 也確實沒有油了 你知道上個月他買了多少 我看九萬噸是跟西伯利亞採購 那還不是直接跟西伯利亞採購 還是透過阿拉伯的一家珊瑚 叫珊瑚能源 那現在怎麼辦 他們又要再飛去拜託他跟俄羅斯買油 因為實在是沒有 這樣的一個狀況呢 其實持續的在反應喔 因為像印度之前不是限制 我們在節目講嘛 小麥 砂糖 那印度是全球第二大的稻米生產國 第一大的出口國 現在他發現他的物價水準已經衝到7點多 7.79 快將近8%怎麼辦 那我當然要限制我的稻米出口 所以如果這個一旦也限制下去 我怕最近有下來的這個農產品的價格 會不會重新攀高 因為最近我們確實看到黃豆玉米小麥 價格有稍微一些和緩 但是你如果商品行情在反應 經濟有衰退的激烈 對 所以就大幅度下滑 但是就基期來講還是相對偏高 整體我幫各位掃瞄了一下 包括黃豆玉米小麥 黃豆粉 還有像這個豆破燕麥 但是包括蛋有稍微降一些 我們之前講蛋漲很多 那像活牛的部分也有降 但是即便是有降 當然它反應可能未來景氣衰退的問題 可是我要講基期還是相對偏高 對 所以對日本來講 它現在不止你的基期變高之外 我日幣的一個貶值 當然讓我的進口產品 大幅度的上揚 我看了一下那個數字其實蠻精的 小麥 米 雞肉 既然這段時間漲了四成到五成 所以它變成它必須用當地的食材 就避免這個貶值的一個問題 而且如果你我們很多台灣喜歡移民到加拿大去對不對 現在就有留學生PO了一個 他說吃一碗藕銀啊 或是炒米粉 藕銀一碗要三百塊 換算成台幣 炒米粉要四百塊 這個物價的壓力是很驚人的 現在在LA喝珍珠奶茶也是幾百塊一杯 吃早餐也要四五百 就燒餅油條而已 那現在這段另外一個問題要特別注意 因為這個之前不是涅價漲很多 現在新的部分庫存大幅減少 所以要小心新的價格 工業原料如果又再度上來 又會帶來另外一些問題